哈囉!YouTube,我是柯里斯汀 全世界的資源正在枯竭 我們的飲食習慣在未來 勢必得面臨到非常巨大的改變 能夠拯救我們的 就藏在一隻小小的蟋蟀身體裡 從小到大你一定聽過老師或者是爸媽念過你 趕快把飯菜吃完 非洲小孩還在餓肚子 這類教導你不要浪費食物的話 事實上還真的是如此 根據2016年世界農糧組織的數據 全球大約有8億1500萬的人口 正在面臨三餐不計的問題 大約是全球十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身在台灣還算是幸運的 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除了推廣盛食不浪費之外 聯合國以及餐飲界的許多新創公司 都在尋找新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問題 而昆蟲就變成大家一致的共識 主要的原因在於 昆蟲的營養價值極高 飼養的成本極低 而且對環境的影響相對較小 可以同時解決糧食問題 污染問題以及全球暖化 一舉三得啊 每30公克的烘烤蟋蟀 跟30克的牛肉相比 蟋蟀所含的蛋白質含量 竟然高達20克 而牛肉只有8克 另外有一種造成 溫室效應的氣體叫做甲腕 飼養牛羊 他們所產生出來的排氣 也就是屁 就是製造大量甲腕的元凶 同時牛汁他也吃掉了 全世界幾乎半數的玉米這類的穀物 再來拿30公克的蟋蟀跟牛肉當例子 牛肉必須花費38倍的土地 23倍的水 12倍的飼料 最終產生超過1800倍的溫室氣體 用這些數據就可以證明 如果人類願意吃蟋蟀的話 那對這整個世界來講都是一大進步 到這邊你可能會很好奇 蟋蟀的味道吃起來到底是如何 據說蟋蟀吃起來會有一種類似堅果的口感 味道會有一點點像是葵花籽 帶有一點點可可風味以及一些鮮味 蟋蟀很適合拿來製作意大利青醬 燕麥棒 或者是打成粉成為蛋糕麵粉的替代品 像是春捲 餅乾 布朗尼 麵條 甚至是漢堡都有 完全大開我的腦洞 還有人說蟋蟀很適合拿來做成墨西哥菜 包成捲餅來吃 說真的我非常佩服這些人 為了要推廣平常讓大家難以接受的食材 他們會想盡各種辦法讓它變成 我們平常習以為常的食物 我認同料理必須要色香味 缺一不可 當我們聽到蟋蟀這個詞的時候 心裡面有一股厭惡感跟排斥會油然而生 可是當你把蟋蟀的長相跟味道掩蓋起來 變成我們熟知的食物以後 欸 好像就會變得比較願意接受 聽了這麼多 大家會覺得我在嘴泡 我今天就吃給你看 這聲音聽起來就像洋芋片啊 這包我是從網路上面 專門賣昆蟲零嘴的網站上買來的 經過加鹽調味 烹煮過 然後最後脫水而成的大蟋蟀 我也沒有吃過啦 說實在的 所以就吃吃看吧 好期待喔 打開來會是什麼呢 我真的有點噁欸 怕大家第一時間看到這個畫面會嚇到 我先倒一隻出來給你看 噢 倒太多了 聞起來真的有點像巧克力的味道 我們姑息勇氣都要來吃吃看 好啦 你一隻我一隻 欸 你不是說我有點像肉鬆欸 真的有點可可的風味 所以後面尾韻呢 有點碳焙的那種苦味 我覺得是烘烤方式的關係啦 泰國有一些街邊的小吃啊 吃起來就有點像這種味道 可是這個是有點酥酥脆脆的 然後帶有一點點淡淡的鹹味 主要還是可可的風味 跟剛才講到的像是鮮味一樣的那種味道 其實還OK啦 我覺得它本身並不是那種 會讓人家非常搶眼的味道 當然它的長相啊 那種感覺是非常搶眼沒錯 可是味道本身它並不是非常 厚重或者是很凸顯 它的個性的那樣子的味道 這就是我們試吃這個大蟋蟀 希望這支影片呢 就能夠引起大家的一些 對於蟋蟀或是吃昆蟲的興趣啦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我是可以思丁 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